王梦瑶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比较好奇 你和女朋友在一起之后 是怎么跟她闺蜜相处的呢 这个一开始她的闺蜜 是主动找到我跟我表白了 但是我已经跟她说清楚了 然后后来她 这个闺蜜介绍给我 也是偶然性地认识嘛 我前女友跟我是 都是天津人嘛 而且我们还曾经 就读于同一所高中 所以我们的共同的爱好 共同话题比较多 然后我就跟她在一起了 而且她这个闺蜜 而且她这个闺蜜 也是主动跟我保持了距离 我觉得两个人做得 都非常的到位了 10号 谢谢 然后我看到你在后面的 一段恋爱当中 你就选择了不分享 我觉得这有一点点 好像偏向于冷暴力 就是我不让你 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我当时 可能自己的负面情绪比较多 而且毕竟是 第一段这个恋爱的经历 可能欠缺一些恋爱的经验 我说出来会徒增女生的烦恼 所以我就是当时没有分享 请不吝点赞助 不吝点赞助